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月19日报道 46岁的医生杨平平2018年已经是第三年女家人留在北京过节 她笃定地对联合早报说 过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在哪里都一样 他们一家三口加上孩子的爷爷奶奶 与三四家朋友一起共度春节 各家拿出特色菜和土特产 做一桌不同口味的年夜饭 再分工合作包饺子 换庙会比返乡过年还要有年味 对于向阳平平这样已在大城市安家落幕的人来说 过年返乡团聚不再是必然的选择 公务员黄书彦2018年也没有加入返乡大军 夫妻俩请来双方父母在上海过年 他长晕了口气说 不用再博弈到底回谁家了 老人也不反对换个地方过春节 我们也能尽孝心 报道称民众观念的改变 让仍以和家团圆为主题的春节有了不同的形式 除了留在所工作的大城市 还有些人早早订好了机票 带着父母一起旅游 领略不同地方的节日气氛 由中国旅行社协会与途牛旅游网等发布的春节旅游趋势报告称 2018年春节居家出游过年成为民众旅游消费的主流选择 北上广深以及南京 苏州 杭州等都是旅游过年的热门城市 由于旅游过大年日益火爆 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春节期间人气渐增 已不再是空城 数据显示 过去两年外省到北京过年的游客人数持续增长 2017年达到149.8万人次 同意增长3.6% 中国在线旅游公司协程旅游公布的数据也指出 截前三四线城市预定到北上广深返向春运的根团油 自由行等产品都较2017年同期增长八成以上 其中85后90后是返向春运的主力 他们把安排父母住星级酒店 吃酒店棉夜饭作为表孝心的重要方式 有分析认为 返向过年既可以有效缓解春运交通压力 也能带动淡季旅游的酒店 景区等消费 对个人来说 也不必为强调心力交瘁 甚至节省旅游费用 旅游过年 一抵过年正在成为各地兴起的春节新风上 返向过年不再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民众心目中具有浓厚的皈依感 年卫淡了事实下很多人对过年的共同感受 实际上 过年本身并没有多少变化 和家团圆永远是春节的主题 年卫的变化只是形式上的变化 走亲戚 看春晚 穿新衣等传统形式已满足不了现代人的需求 而旅游过年 微信拜年 红包大战等 都在以新年俗的形式诠释着和家团聚 新年俗的兴起 赋予了根植与农耕社会的春节新的活力 让几千年来的年卫得以延续 据拉美社2月18日报道 中国国家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8年春节假日前三天全国旅游收入同比增长9.9% 数据显示 春节假日前三天 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累计2.14亿人次 同比增长9.7% 实现旅游收入累计258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9.9% 以上数据是综合通信运营商 线上旅行服务商和各地旅游部门提供的数据 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得出的 根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此前公布的调查数据 2018年春节假日期间 全国出游人次将达3.85亿 预计将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60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12%和12.5% 此外 预计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近30亿人次